10年前,油管上有一个1000多万次播放的01视频,是一段三分钟的酒店监控。 视频下面的说明区中呢,还附有详细的酒店名称和所在地。 视频一放出来,一下子就火遍了互联网。 当时有很多的频道主为了趁热度就转发了这段录像,也有一些频道主出来辟谣,说是造假,但是这事情经过我的研究吧,我发现还没这么简单。 2003年的9月14号,美国伊利诺伊州的Wingate酒店,一名住户投诉隔壁房间有奇怪的声音,影响了他的休息。 前台接到这个投诉电话以后呢,就查询了入住表,并告知这位投诉的客人,说他隔壁的209事件空房,当天并没有人入住。 但这毕竟是顾客投诉呀,不管有没有人,上去找到声音的来源是酒店必须要做的。 于是,前台通知了保安部,泰黎宁保安员来到了该层。 侧场出发的出发广网、空借询。 出现人的屁股 人们在那间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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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一秒 Amy,你来 John说他听到那间屁股 そして我听到那间屁股 但我们在那间屁股 我们在那间屁股 人们在那间屁股 John,你去等会 我们在这间屁股 I would wait for the police John John's going to enter the room real quick just check to make sure see what's going on Wait one John John are you there? Okay Amy,John wants you to call the police right now if you don't mind uh he says no one's in there uh but that all of the furniture'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and the...hold on he says the carpet's been ripped up and the shower is on but nobody's in there man that's scary I'm uh officially freaked out now 让我们再来复盘一遍 首先在209房间门口 网安就已经听到了住客描述的那种声音 却除了对讲机里嘈杂的背景音以后 剩下的声音是这样的 What's going on,John? 接着保安再次确认了209没人入住以后打开了房门 注意看 这个时候从房间里飘出来了一个白色的鬼影 以上这段视频呢是由酒店的保安部提供的 并且声称绝对是一手资料没有后期编辑过 之后这个209房间又多次传出了那种诡异的叫声 但在那之后摄像头就再没拍到过有价值的信息了 后来该酒店为了搞清楚这个房间的问题 还专门查阅了开业以来的营业记录 奇怪的是这个209房间自开业以来并没有发生过命案 入住记录一片清白 这就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一些频道主说这间客房里是死过人的 只不过酒店为了维护生育所以掩盖了这桩案子 这方面嘛 我也不是国际刑警 就是我查不了 说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些人 大多都是灵异和猎奇的频道主 把这事给吹上了天 生怕吓不死你 说这事是假的 一般都是些无神论者阵营 毕竟这破玩意儿这么飘出来肯定是不科学的 之后就有一些频道主 我估计是从中得到了灵感 便从那名投诉的住客视角 拍摄了很多小电影 视频中 这名将要撞鬼的住客 入住了209隔壁的一间房 210 他这个房间的床呢是这样摆的 床头正好贴着209的墙壁 所以对于隔壁的声音就听得特别清楚 该名女子衣服和鞋都不脱 就躺在床上悠哉悠哉的看起了电视来 突然啪的一声停电了 削少了电视的嘈杂声 整个房间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安静 黑暗里 他似乎听到了来自隔壁低沉的叫喊 不一会儿 宫殿又恢复了正常 而隔壁传来的声音却并没有停止 他床头的这面墙上传来了清脆的敲击声 女子见状很生气 立马回敲了过去 示意隔壁老师点 而墙的另一边呢 又给敲了回来 女子更生气了 拿起床头的电话就给前台拨了过去 准备投诉 电话接通以后 前台给出的答复却令他大吃一惊 前台说 这整个楼层除了他住的那个房间 其他房间都没住人 女子疑惑了一下 说道 你压得不会登记错了吧 赶快给我派个人上来查看一下隔壁房间的情况吧 在客人的一再要求下 酒店前台只好通知了一名楼层服务员上到了该房间进行检查 楼层服务员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异常 也没听到异响 于是打电话到前台回复说这间房的确没有人 一切正常 可就当他刚放下电话的时候 几分钟以后 前台打电话到女顾客的房间 说 经过检查 隔壁确实没人 女顾客挂上电话 想的另一侧居然又传来了敲击声 女子气不打一处来 她决定要自己去隔壁看一下 好好教育一下对方 并且教她做人 刚敲了两下门 她发现这扇门居然没锁 于是她就把脑袋探了进去 她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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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扇展开 到了床上玩手机 就在这个时候 隔壁突然传来了嘎吱 嘎吱的声响 那种声音怎么说呢 有点像剧木头 紧接着 这剧木头的声音越来越响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名女子低沉的喊声 听到这里 我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 这隔壁房间 不会是在分尸吧 没敢继续想下去 我拿起床头的电话 就打给了前台 前台听了我的描述以后 说这是他们会处理的 叫我放心 大约过了五分钟吧 声音停止了 我这才安心地睡了下去 可就在我刚睡着没多久 泥泥乎乎之中 这隔壁又传来了那嘎吱 嘎吱聚木头的声音 紧接着 又是女子发出的凄惨叫声 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呀 这女子叫得比之前更凶了 我心想 这隔壁住的 不会是个连环杀手吧 我躲在被子里 大气都不敢喘 大概过了三分钟 这声音又停止了 我在被子里定了一会儿 拿起了手机就拨通了警局的电话 这期间 我也不知过了多久 再一次 隔壁又在那具木头了 嘎吱 嘎吱 接下来又有女人在喊叫了 可这次还没来得及 等我害怕 去木头的声音 马上就消失了 接下来是几名男人 大声地呵斥 听声音应该是警察到了吧 然后一阵脚步声 从隔壁走到了走廊 接着慢慢地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里 我想应该是连环杀手被警察给抓走了吧 就这样 当天晚上再也没有人聚木头了 接下来是连环杀手被警察给抓走廊的尽头